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这张脸在中国可蕴藏了超过700亿的大市场 在纽约街头你会发现美甲沙龙比星巴克还多 美甲行业更号称是极罕见的 连金融风暴都无法撼动的行业 难怪有钱的没钱的甚至是大明星们 做这个生意的越来越多 欢迎光临我的CC Color 美甲店火遍全球 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以及怎样的创新趋势 是你不能错过的呢 The Lizard Girls有两个纽约数字艺术家姑娘创立 她们在自己的Tubbler主页 大秀通过3D打印制造出的指甲图案 收览了一大帮爱美甲 更爱科技的潮女的同时 连石头姐Emma Stone 也都拜服成为铁粉 不要小看了美甲师 能在如此小的画布上作业的 都是艺术家 Otolios这款高精度美甲彩绘机 能帮助美甲师突破彩绘用色的限制 展现更多层次和更加鲜艳的色彩 同时一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极其复杂的图案彩绘 简直是美甲师们提升效率 发挥创意的福星 当烤红薯都已经走向互联网家 美甲行业自然也要响应号召 多家互联网美甲店的兴起 打破了这一行业只能就地开门店的老传统 也带来了独角兽级别的创业公司 美国不少创新公司纷纷围绕Uber模式 拓展到各个市场 美甲这个服务行业的老人自然也参与其中 服务于三番地区的Pamper美甲店 拥有自己的APP 用户只要在手机上预约 就可以on demand享受美甲服务 去店里做美甲又要预约又要等待 费时费力费腿脚 和离家没有实体店 而是让美甲店上门服务 随叫随到做美甲 省去了门店租金 价格自然也是棒倒没朋友 美甲APP秀美甲和何离家一样 走柯定化路线 不过他们也并没有放弃 线下这块战场 相反还提供零元入住开店 店铺经营培训等服务 由此创立起线上线下一条龙的服务生态圈 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美甲品牌 美甲行业里 甲油等用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 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也让不少消费者谈甲色变 于是一批美甲店开始走消费升级路线 这家名叫Sunday的美甲店 从美甲油到洗甲水全部独立开发 去除老式甲油中的十种有害化学物质 店主希望自己的美甲店 让员工不用担心健康威胁 也让孩子和孕妇都能放心做美甲 更多美甲行业前瞻 敬请观看本期 创业美国完整版